大家好 这是我的书 货币战争 金泉天下 货币战争的第二集啊 宋洪斌写的 这是全国工商联的一个出版社 叫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 旁边是蒙古人远征记 草原帝国争霸史 上海社科院出的啊 这个身先士卒 是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自传 是这个当年打伊拉克吧 是海湾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啊 是这个中央司令部 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吧 这个施瓦茨科普夫 听这名字就像是一个 德意志后裔的 德意美国人啊 京城石刹海 中国文史出版社 胡同春秋也是中国文史的 这个出版社是全国政协的 应该在西城这个出版社 白塔寺南边 紧时访街啊 全国政协那全国政协原来是清朝的顺城郡王府 后来是张作霖张学良的大帅府吧 这个午夜日记啊 叶利钦自传 逸林出版社 逸林出版社 他翻译了有些书还是不错的 旁边是往事 1967至1969写真 讲的是文革说的一些事啊 李敦有话说啊 古代中国人的日本官 往事1979写真 1978写真啊 指导郎朝啊 第三帝国的父王 中国民族学50年啊 朝鲜韩国地图册 中国旅游手册啊 自由自在游新疆啊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啊 旁边是何商 赵紫阳的智囊团 苏小康 远志明啊 他们写的 文化区域的分离 分译与整合 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啊 中华英才从书 海外 杰出华人的特别档案 王肖鹏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这个王肖鹏 就是中华英才杂志的主编啊 中华英才杂志 原来是我的客户 就在中南海西边 辅游街 辅游街靠北 马路西 一个小院里啊 张州市地图册啊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张州 我去那边收购炉干 所以我买了这个地图册啊 我去的是张州的长泰县 延西镇的干寨村啊 我还买过这个山东 昭远的地图 结果落在回北京的火车上了啊 昭远我在那收购炉干 这个叫星火燎原 讲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啊 红军啊 八路军 新四军 解放军啊 什么南方八省游击队啊 他们的一些战争故事 战斗故事啊 这本书 它是一个系列啊 是这个总政治部 总政直属工作部 军需处的那个张大校 他送给我的啊 他是那个祖籍河南啊 他是我同学的爹啊 外国历史名人传 这本书应该也是人家送我的 是这个中国社科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那个 科研处的处长啊 张处长 他是一个浙江人啊 他老公是总参二部啊 外事局啊 搞情报工作的 近代史研究 这都是社科院近代史所 他们所里边办的刊物啊 谜语故事365 这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啊 这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也是我的客户 在安定门啊 他的背景是一个非常牛 也非常神秘的单位啊 俄尔古纳河右岸池子健住的 池子健是这个 一位女性作家啊 他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里边啊 他的这个题材基本上也聚焦在那一块 这有一个历史聚焦 物须风云吧 讲的物须变法的一些事 为什么偏偏是美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啊 讲的是美国的一些有特色的事啊 湖南人凭什么 又是星火燎原 旁边这个蓝和粉相间的这书 这本书比较薄啊 这本书是一个哈萨克语的小学课本啊 当年我简单的学过 中国新疆出的哈萨克语的课本 小学的 魏晋南北朝史啊 这个时间简史啊 郭德纲说了啊 我有时间也不简史啊 时间简史 这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澳大利亚的旅游啊 中国地图出版社 在这个宣武区白纸房啊 白纸房西街 我经常到那买书啊 买地图册 这个中国历史地图册和世界历史地图册啊 分别都被我发现了两三个错误啊 他们也有错误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美国边疆史 讲的美国啊 如何由大西洋岸边啊 新英格兰 北美十三州 他怎么样逐步的形成今天的版图啊 这本书是西藏 昌都 近代社会研究 王川著 这王川是四川的一个学者 这是他送给我的 是在北京 出席一次学术研讨会吧 大概是1920至1930年代的中华民国 然后社科院近代史所举办的 我们在那认识他送我的书啊 这个是白山黑水的记忆 沈阳之恋 民族出版社啊 这主要讲的是这个满足的一些问题啊 满足的风风雨雨 他如何的崛起 如何的啊 最后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权 民族出版社啊 也是我的客户 在和平里啊 我也经常去那买书啊 最新各国国旗国徽 军旗军徽 世界知识出版社啊 世界知识出版社有一个杂志叫 就叫世界知识半月刊 我在那也写过两篇比较短的吧 两个小豆腐块的小文章吧 这个是西域考察探险考察大戏 新疆游记 保定陆军学堂 及军官学校 就所谓的保定军校史略啊 中国首都圈 首都圈啊 也行 首都圈啊 听起来比较装啊 首都圈 比较的平民化 市井化 研究 发展研究 张昭堂 张昭堂跟张昭忠啊 跟这个战略忽悠局 战乎局的张昭忠少将 是哥俩吗 张爱玲的拳击 小团圆啊 张爱玲最聪明的是 一看人家都穿猎宁装 他穿旗袍 赶紧脚底下抹油 撒鸭子 颠了 从同怀州到沈江青啊 还有自由自在游西安啊 这本书放反了 中华经典藏书 事说心语 中华书局出的啊 中华书局是我喜欢的老出版社 还有三连书店呀 商务运输馆 商务啊 这都是我喜欢的啊 这个三连书店 是这个周家华副总理 他老爹啊 周涛粪搞的 三连 在美术馆东街 也是我的客户啊 这个军事科学出版社 是军科的 军事科学院的啊 他们叫中国军事院校通缆 这也是整个一个系列 就整个中国的军事啊 国防啊 他有十多本啊 这书也是人家送我的 这个军科院 我在他们的军事历史杂志上 也写了一篇论文吧 关于中亚呀 关于新疆的啊 也发表了 那是05年的事了啊 都16年前了 大九刚 刘一达啊 刘一达呢 学历也不高 原来是个工人 后来呢 也喜欢写文章 就破格的 被录取到了 北京日报社去了啊 他写的还行 我买了他好几本书 这个叫 卢秋田著的差异 一位中国大使眼中的东西方思维啊 好像卢秋田当过驻德大使吧 也去过其他国家啊 这也是中国旅游手册系列 自由自在游四川啊 还有这本书也不错 枪炮并军与钢铁 这本书我看看叫什么 这本书是一本老的吧 我看看 金陵春梦啊 讲的是这个 四八年四九年左右吧 中华民国 在大陆的最后的岁月吧 七十吧 这叫十日者啊 中国古代的权臣 民族知识教程 胡朝映啊 这胡朝映是贵州 一个大学的校长吧 这个水平很差 这本书被我发现了大概几十个错误啊 几十个错误 给他写了信啊 就不理我了啊 台湾四十年啊 李登辉啊 是吧 河北人民出版社 讲台湾的 敦煌归一军史 专题研究续编啊 这也是社科院他们送给我的书 下海狂潮啊 团结出版社 这还是毛选 这还有北京市的地图册 还有烹饪方面的啊 我这也有 新派 鲁菜 啊 这个中国清工业出版社 中国清工出版社属于清工部的吧 过去这些大饭庄子 宾馆饭店都给他们管啊 清工业部在府城门外 我在他们下面的中国烘焙协会的一个公司 叫新亚公司 也短暂的工作过 广东风味菜 其中有潮州菜啊 有广府菜 是吧 还有客家菜啊 三大菜系 杏坛 结英 杏坛 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医疗界 医务界啊 都是一些著名的大夫们啊 老中医老大夫啊 布局天下 中国古代军事地理 大事啊 这是解放军出版社的 解放军出版社在那个平安里 就是今天的平安大街 马路南啊 他也挂着战士出版社的牌子吧 解放军画报社在干家口 原来我在旁边工作过 蓝星公司 解放军报社 在府城门外大街 马路南 马路对过 是中国所谓的大外宣的大本营 中国新闻社 中心社 旁边有一个国务院侨办的干校 曾经是我的客户啊 这还是近代史研究 男人与北人 指的是中国南北各地人 不同的特点啊 一个人的振兴 是吧 谁呢 弗拉基米尔普京啊 这也是吹捧普京的啊 走进王猛啊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海洋大学是在青岛吧 反正在焦东半岛一带啊 王猛 他在新疆待了十多年啊 当过文化部部长 我见过王猛 脑袋瓜子特别长 特别大 腿特别短啊 但是他写的文章 有些还真是不错啊 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 程思远 程思远 李宗仁的秘书吗 对吧 醒世 这是什么歌 旷歌 诗歌呀 这是一个佛教类的书啊 这应该是我二姐的书啊 左宗堂第一部 今日中国出版社 开国总理周恩来啊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抗日战争研究啊 古代名家养生真言 华夏出版社 这还是星火燎原 克林顿与希拉里 赴景文化街 赴景就是从府城门吧 府井啊 府城门到景山啊 这一条街上的那些文保单位吧 文物保护单位啊 什么白塔寺啊 历代帝王庙啊 等等等等啊 山东省地图册啊 山东省啊 除了日照之外 差不多我都去过啊 骑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 谭振林外传 苍龙腾空 何兴亮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这个何兴亮是中国的一个 还算比较著名的民族学方面 人类学方面的一个专家 他是中国民族学会的副会长吧 他是广东眉县啊 眉州地区的客家人 后来他到新疆去了 他也是投亲靠友吧 当年新疆能吃饱饭 然后那个他有表姐在新疆 他到新疆之后 后来上学啊 他学了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啊 他现在住在北京 北五环 那个那个北原附近 某一个小区啊 我去他家里去拜访过啊 他有个女儿 现在应该上大学 应该大学毕业了 大学毕业了 东巴常用字典 和品证著 和品证 姓和的一般就是纳西族啊 纳西族的文字就是东巴文啊 为了制高利益 中国打击东突报告啊 东突厥斯坦啊 这个甘肃 甘肃 甘肃啊 甘肃吧 应该念素 严肃的素 甘肃少数民族 民俗文化 盖揽 这两位作者都姓马 啊 最大可能性 回族 东乡族 保安族啊 都应该是姓马 镇怀楼终生 李玉昌之死 指的是清朝的某一个 丰江大吏吧 一个高级官员的一个 迷案啊 一个死亡的迷案 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啊 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就是原来的外经贸部的出版社啊 现在商务部 莫沃尔帝国啊 蒙古尔啊 莫沃尔就是蒙古尔 蒙古人啊 实际上主要是突厥人 在印度建立的这国家 一看这个名 三秦出版社啊 就是西安的啊 东西南北人 中国人的性格与文化 于秋于著 大人物 小人物 徐红啊 三国人物新传啊 我对人物对人啊 全国各地的人 全世界各国的人 我比较感兴趣啊 这个啊 叫千万别惹东北人啊 不好惹啊 哎 惹了东北人啊 这个 你小心后果啊 削你是吧 削啊 东北话 我找削呢 是吧 谋士庄园 史实借实 史实写真 谋士庄园 谋二黑子啊 山东七峡 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地主啊 这个庄园我去参观过 六个孙子 一个孙子一百间房 六个院子六百间房 当然现在都归了政府了啊 后来他们家有部分亲属 逃到台湾啊 逃到美国啊 逃到海外啊 其他的那些财产现在都归功了啊 相知纽约 这个张宏喜可能是外交部 大陆外交部驻这个这个 纽约总领馆的总领事可能是 吕良英雄传 马峰西荣驻啊 吕良英雄传 讲的是山西吧 吕良山一带 这个抗日战争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啊 官场孝林 这都是讽刺那些 贪官污吏的啊 李自成 李自成这小说 这个几卷几册 我全读过啊 慈海 艺术分册 藏学研究论从 这研究西藏的啊 不限于西藏啊 甘肃 这个四川 青海 云南的藏区 都在他们研究的范畴里边 有一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啊 在北京啊 在北京 北四环 亚印村的东侧 我跟我的朋友去过他们那里啊 我那朋友给他们写过一个论文 外国著名外交家列传 应该有梅特涅吧 是吧 奥匈帝国的首相梅特涅啊 北纬38都线啊 彭德怀 与朝鲜战争啊 性格地图 北方南方 哈哈 没事看看书 是吧 消磨消磨时间 啊 这还有 书可多了去了 待会接着介绍吧 啊 谢谢